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我是隐言人陈彦琦 以及我们的来宾薛化元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其实从上一季一直到 现在这一季的目前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强人威权体制的建构 正因为在讨论强人威权体制的建构 所以更还是要回到 关于戒严的脉络里头 所以我们这一集将要跟各位来介绍说 最长的戒严 首先我们会看到说 1949年的5月20号 当台湾开始戒严的时候 一直要到1987年 7月15日来解除戒严 这样算一算 其实总共大概就是38年的时间 是20世纪 全世界最长的戒严经验 特别是说 军情机关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扮演着对人权的前置的角色 是造成战后台湾 长期白色恐怖的 最关键的一个 老师我们也要再来看一下是说 戒严其实是否它是跟宪法相矛盾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戒严其实属于国家面对紧急危难 采取紧急处分的一种方式 但是它又跟近代的立宪主义的 自由民主体制相关的规定 是矛盾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来讨论戒严的话 应该是要来讨论说 它戒严的合法性跟正当性 那我们除了要讨论说戒严的合法性跟正当性之外 其实还是必须要有考量说 国家到底是否处于严重的内乱 或者是有对外的危机 特别是否其实面对了强力的军事武装威胁 才能来看说这个戒严是否合法 那老师在这边呢 可不可以做一些补充呢 是我想 彦琪老师之前有谈到说 希望有一个时间可以重新 再来检讨戒严体制 那简单来说就是 那戒严的实相跟虚相 已经讲戒严是什么 是不是需要这样戒严 应该是我们值得 我们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有一点必须先说明 在一个正常的宪政体制下 我规定国家紧急处分 国家紧急权 甚至包括戒严令在内 实际上不是太奇怪的 只是因为戒严体制 是一种非常体制的状态 那这种非常体制的状态 存在是否合理 是可以检讨的 我的意思说 不是说因为我们是 民主宪政体制下 所以就没有国家紧急权 不是说因为民主宪政体制下 所以就不能有戒严令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民主宪政体制下 长期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 长期都处于戒严状态 这样就不正常了 这是我们必须先说明的 所以当然必须检视说 那这样严重的一个国家紧急状态 包括戒严令的话 它的发布本身有没有合法性 合法性就程序上是合乎相关规定 这第一个 合法性的 请问是有必要的吗 是否正当 这也是可以再检视的 是 那我们如果首先来看到是说 关于戒严的实相跟虚相的话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问到 到底戒严期间 如果是犯了内乱跟外患罪 一定是受到军法的审判吗 但是我们如果说就1949年的戒严来看 关于这些项目 实际上它是在戒严法中明文规定到 触犯的内乱外患罪 它无论是在接战地域或是警戒地域 军事机关都可以决定是否自行审判 还是移送司法机关的审理 也就是说 主导权虽然是在军情机关 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根据戒严法 只要凡是触犯内乱外患罪的政治犯 就一定由军法机关来征讯跟审判 我想这个地方 为什么特别去提到1949年的戒严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1947年 台湾有戒严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这问题跟大家一般认识差太多 所以一定要做进一步的沟通才可以 那在1947年的戒严法的时候 这个警戒地域的戒 这个内乱外患 是不宜送军法审判的 那1949年以后的戒严法 那你内乱外患罪 是由军情机关可以主导来决定 是不是自己审判 还是可以移送司法机关来审判 所以换句话说 不一定所有的政治犯 都一定会由军法机关来征讯审判 那只是当年碰巧 因为有诚治判断条例 诚治判断条例 规定在戒严期间 触犯诚治判断条例 各法的各项的全部归军法审判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当年触犯内乱外患罪的先例犯 才会几乎全部 都由军法机关来征讯审判 而不是说 由军情机关来决定 要不要送司法机关审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的图表 有看到就是戒严法第八条的规定 然后跟诚治判断条例的第十条规定 其实都有看到是说 相关的关于我们在讲说 不一定是触犯内乱 或者是外患罪的政治犯 就一定由军法机关来征讯跟审判 那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面 还可以观察到什么 是否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但老师可以告诉我们的 是 我讲这个地方很重要 请大家注意 这个内断外患 根据这个 诚治判断条例 在戒严期间 一定是送军法审判 这我刚刚解释过 可是有更多 跟另一的话没有关系的罪 的人会被移送军法审判 实际上刚好相反 它是根据戒严法来的 譬如公共危险罪 防害秩序罪 或者说伪造货币 杀人 防害自由 抢夺强盗跟海盗罪 恐吓跟鲁人勒赎罪 这匪弃损坏罪等等 不过你注意 这地方又有个差别 为什么 上面只要是要接战地域 也就是实际上面临战争 直接的威胁地域 这些全部都可以 根据建议法 可以由军华审判 请注意我用可以 不是一定 但是相对紧接地域就不一样了 有好几项 很清楚看到 它是没有在军华审判的可能范围内 譬如说第五项 有伪造货币的问题 第六项杀人罪 第七项黄爱自由罪 这些就不属于在军华审判 可不可以裁量有军华审判范围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从这地方 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戒严法之下 军华机关可以审判的 犯罪项目 比惩治判案条例的范围要大 但是 有一些罪全部被移送 军华审判的原因 那是因为惩治判案条例 往这地方应该做一个区域 往这样比较清楚 这一张表 我们是来看戒严法第八条 跟惩治判案条例的第十条规定 下一张图表的话 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1948年以前的戒严法第九条 跟1949年以后的戒严法第八条的比较 同样的在这两栏之中 老师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些什么讯息 你看这边很清楚 只要你注意到 他的接战地域下 有没有 是类似的 什么地方不一样 在1949年以后的部分 你看 他就讲到了警戒第一 在1948年以前的戒严法 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差距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之前讲到说 在228事件期间 受到军华审判的这些人 基本上纯就戒严法而言 也是有瑕疵的 因为根据戒严法 这些人不应该受军华审判 我想这个地方要说明清楚 是 是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的是 1949年以后戒严令的展开 那首先呢 我们会提到说 1957年的关于刘自然事件这边 那刘自然事件等一下请老师再帮我们多做补充 那第二个例子呢 是说1960年的时候 雷震案的部分 雷震的夫人宋英 其实他有根据提审法 来要求雷震必须要移送司法机关的审判 可是当时候的警备司令部直接 在以说台湾在1949年的5月20号 已经进入了戒严 可由军法机关判 而不是用提审法的规定 那在这里提审法的意思 老师可能也跟我们再做一下介绍 是 这里面提到问题 简单来说 1997年刘自然事件发生 当年群众打毁了美新处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有趣就在这里 不要忘记 1997年是戒严 本来就戒严 可是刘自然事件发生之后 发布戒严令 台北宵禁 这忽然就是 戒严之下再发布戒严令 的意思是什么 这在过去大家比较少检讨 我觉得以后大家应该都想想 到底台湾战后总共发布过多少是戒严令 在目前的研究里面我们看起来 有一些戒严令项目的修改 甚至是密件发放 密件发放就是没有人知道 不让人民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讨论到了这个戒严令的规定 有没有瑕疵 有没有违法 有一个学生问过我说 请问戒严令怎么违法 戒严令就是一定跟那个宣传体制不一样 戒严令可能违反戒严法 戒严法没有这些东西 就戒严令换天跑出一些东西出来 现在讲的就是其中的项目 第二个为什么要讨论到提审制度 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界 这大家都知道 有趣就在这里 在190年代 雷政恰 那时候写文章的关系 跟有关单位有讨论过 请问提审法适用吗 什么叫提审法 提审法就是人身保护令 非法定机关 依法定程序 不得逮捕征讯审判 OK 雷政是平民 所以他被逮捕之后 他的送应是监察委员 就说提审法规定 不是因为要移送司法审判吗 所以要求把雷政给提审了 刚刚彦琪老师就说 警备总司令部都说 不对啊 台湾在1949年5月20号已经戒严了 戒严的时候 这个判断罪是可以由军法宣判的 不适用于提审法 问题是有趣的是 总统也发表声明 这个总统发表声明跟着什么不一样 就是像总统发表声明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他讲的是 1949年12月28号那个戒严令 那个戒严令在1950年 由东南金正长官公署 台湾省政府 后来呢 没有东南金正长官公署 那还是因为立法院宣布追认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追认 这追认很奇怪 这立法院就觉得说 你虽然要被炒就要追认 那就追认了 对不对 追认以后再发布一次 所以台湾的戒严令是发布很多次 问题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这1949年12月28号的戒严令 是接战第一的戒严 1949年5月20号戒严 是警戒第一的戒严 刚刚我讲的事情跟大家讲 你注意看 适用的法条跟相关的规定 是不一样 在老师的说明之下 大家会听到说 戒严令不是1949的5月20吗 那怎么还会出现一个 1949的12月28号发布的 所以这个戒严令 难道有两个不同的戒严令吗 那到底接战地域的 跟警戒地域的戒严令不同 是哪里有所不同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那接下来其实就要请问到老师说 老师那个戒严令有不一样吗 那到底总统府的戒严令 跟警备总司令部指的戒严令 两个到底是哪里不相同呢 简单来说就是 1949年5月20日 当时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发的戒严令 那个戒严令本身是从戒严法来的 所以根据戒严法程序要足及城堡 后来陈城担任东南经政长官的时候 他在公文说他有足及城堡 不过大家都没有看到 就是没有找到的意思 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城堡就任东南经政长官之后 上一个公文给行政院 要求把原来的警戒第一的戒严 改成接战第一的戒严 这第一点 第二个戒严令要划入1948年12月发布 那个所谓中华民国全国戒严令 这是当时城堡的这个公文 公文就足及上层 在11月的时候 行政院院会就通过 这一个城堡的要求 可是行政院通过这东西之后 行政院自己本身没有职权 可以发布这个戒严令 所以他是曾请公布 那曾请公布就是由总统来公布 你一定很奇怪 讲了半天这个程序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根据 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 经过行政院院会决议之后 总统可以发布戒严 不受戒严法跟宪法 相关程序的限制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可是到了 刚才已经讲到1949年11月初了 就11月21号22号左右 李忠仁就出国了 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 本来早就下野了 带总统李忠仁出国了 那依照宪法的规定 就行政院长袁锡山 代行总统之权 那袁锡山 那这个时候 他原来不是曾请公布吗 既然这样 他就 那方国人给立法院 跟他说 请你备查 我要公布 大概是这样子 希望 我是觉得他是想取得更多正当性的基础 大家知道在风雨漂亮之间 立法院也没有处理 等到12月7号 行政院下令 中华民国政府签到台北 12月9号 行政院在台北举行第一次运会 这是中央民国政府 中央政府在台湾统治的开始 这时候 带行总统职权的 袁锡山 他就在10月28号 发函 通知国王部 通知东南经任长官 你要记得 东南经任长官公司提出这个要求 通知他说 好 你所请准了 库本给了台湾省政府 那东南经任长官公署 收到之后 他一边发布 登在报纸上 一边他也通知台湾省政府 有趣就到这里 现在看到公网里面 台湾省政府 是根据 袁锡山的户本 就把它办了 就公告了 所以这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 省政府刚刚讲 他公布的是 在省政府公报 通知各单位 不过他根据也是 刚刚前面 那袁锡山的公文 不是根据 东南经任长官 下令的公文 这是一个 所以换句话说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戒严 那他的程序是什么 他的程序就是 动眼看乱 是临时条款所规计的程序 不是宪法 也不是戒严法 这是清楚的 那有趣就在这里 所以袁锡山的身份是什么 你就发现他是行政院长 兼刑 代行 总统之权 所以形式上来讲是 有一定的合法性 是 那这样听老师的说明 总统府基本上是跟 高等法院了解的戒严 比较相似 对 根据苏瑞强老师的研究 其实有发现说 总统府的秘书长张群 他其实宣称说 39年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1950年的时候 总统命令了 宣布台湾为接战地区 来实施戒严法 均有其法律依据 也就是说高等法院去驳回 宋英要求提审雷震时 也指出 台湾省之一并化作 接战地域实施戒严 那且经立法院的会议追认有案 也就是说根据张群 或者是高等法院的见解 战后长期实施的 其实是 1950年颁布的 把台湾化归为 接战地域的戒严令 而不是把台湾化归为 警戒地域的戒严令 是 这个地方要说清楚 在1900年颁布的意思 我再重复一遍 袁青山发布是 1949年10月28号 等到他下令 最后到了 登在报纸上的时候 是1950年1月 接下来 因为立法院居然又追认一次 追认一次立法院就发工给行政院 这时候行政院长就是陈臣 所以陈臣又下令又公布了一次 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是 那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戒严令是不一样的 1950年的戒严令 和1949年5月20号的戒严令 最大的不同之处 其实是1949年的5月20号 是根据戒严法 由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省主席陈臣 发布的临时戒严 所以他在戒严的性质上 是属于警戒地狱 可是总统府提到的戒严 是属于接战地狱 也就是说 即便一样都叫做戒严 可是警戒地狱跟接战地狱的戒严 在法律的适用上 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实际上更有趣的是 1949年5月20号不是发布戒严令 所以层层同时都公布 换了什么罪 什么罪一堆的话 这些罪是要处死刑的 可是找不到依据 依法处死刑 不知道依什么法 所以后来行政院本身 对这个也有检讨 所以台湾的戒严的状况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行政院既然知道检讨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宣布改吗 宣布改 那之前班部部全部都违法 怎么办 所以后来就有偷偷地做一些 应该说秘密地做一些 不是偷偷 秘密地做一些修正 不过这民间就不知道 所以根据这样的状况来看 戒严的实项跟虚项之间 差距很大 从什么时候开始戒严 而且戒什么样的戒严 这意义不一样 简单来讲 从1949年开始 折越来到台湾 确实是危急存亡之丘 当年也说这接战第一的戒严 可能有感觉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人民解放军会来 到了1950年6月寒战爆发 第七战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后 所有的军事的冲突 都发生在中国到的沿海 而且中华民国的空军 还不包括美国协防的力量 后来协防 就是共同防疫条约以后的 协防的力量 根本就拥有 台湾海峡的空忧权 这个状况之下 台湾长期实施 接战第一的戒严 有正当性吗 我觉得值得大家 重新再来思考 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开始 将由薛浩原老师 回到强人威权体制的建构 一起来看一下 台湾戒严的复杂性 更多关于戒严的实项 与虚项 我们在未来会做 更进一步的介绍 今天教科书外的台湾史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